在燕燕心中 黎明扶持 远比个人得失重的 电视剧烟云台正在热播 剧中韩德让与萧燕燕私奔不成 还被大姐胡脸半路拦截 韩德让想凭借自己一己之力带走萧燕燕 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最终双拳难敌四手 韩德让身中十八刀被打成重伤 而萧燕燕的父亲为了家族着想 把萧燕燕关在房间里 等着嫁给耶律贤为妃 最终还是韩德让主动找到萧燕燕 劝他为了家族着想 放弃儿女私情 最终萧燕燕也嫁给了耶律贤 耶律贤是一位好的君王 只可惜一直体弱多病 于是他便将国事 交给自己的皇后萧燕燕执掌 只可惜在第二年 萧燕燕失去了最宠爱的父亲 萧斯文在陪同耶律贤打猎的途中 被人刺杀身亡 这对萧燕燕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 耶律贤也是心疼不已 后来经过查证 找到幕后黑手 耶律贤为萧燕燕报仇 将萧海之 萧海李 高薰 女李等人全部赐死 为了安抚萧燕燕 耶律贤追分萧斯文为楚王 之后又追分萧燕燕的祖父为韩王 由此可见 耶律贤对萧燕燕的宠爱与信任 不过萧燕燕失去父亲后 上天又赐给了他一个听话懂事 有能力的好儿子 梁牧宗登基后第三年 萧燕燕为他生下了皇子 耶律龙婿 萧燕燕无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人 又宠爱她的父亲 愿意把江山和爱都给她的丈夫 耶律贤在位第八年 他将萧绰的地位 升到了与自己等同的程度 这就相当于唐朝的武则天 不过萧绰可比武则天幸福得多 也比武则天更让人佩服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培育 丈夫的信任 在耶律贤的默许下 辽国当时一切的日常政务 全部由萧绰独立裁决 如果遇到军国大事 他就会召集秦城 共同商与对策 每一次萧绰做的决定 耶律贤都只会回答 知道了三个字 从未做任何干预 在萧绰的努力之下 辽国的军事 经济都日渐强盛 唯一遗憾的是 给了他爱与新人的两个男人 一一立他而去 父亲萧斯文离世时 萧绰还有耶律贤可以依靠 可在嫁给耶律贤第十四年的时候 耶律贤病逝了 他再无依靠 还要成为年仅十二岁的儿子的依靠 耶律贤去世后留下一诏 梁王耶律龙旭继位 史称辽圣宗 萧绰被尊为皇太后 从此开始了萧太后 二十七年临朝执政生涯 其中大臣耶律携整 和汉德让为辅佐大臣 次年萧太后被辽圣宗 与群臣尊分为奋天皇太后 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里 使得辽朝进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 也被后来辽圣宗的全面鼎盛时期 打下基础 北宋历史上著名的谭渊之盟 就是与萧太后签订的 这一合约也使得辽朝与北宋 百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百姓安居乐业 两国也是互帮互助 萧太后执政成绩如此之优秀 有汉德让很大的功劳 据史料记载 两人还曾有过婚约 但最后萧绰嫁给了耶律贤儿作罢 不过韩德让还是全力辅佐耶律贤 萧绰与他们的儿子耶律龙旭 萧太后为感激于他 不仅忠有韩德让 还让耶律龙旭称他为叔叔 萧太后取消了耶律龙旭 与韩德让的君臣名分 此汉人韩德让耶律信使 并赐名为龙韵 还封他为晋王 还规定 皇室的每一代都要贡献一个亲王 作为韩德让的后裔 而史料中甚至有传萧太后 下架给韩德让的传闻 却不知真假无从考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剧情 记得点播关注哦